到蔣權天下時間 咪前面有蔣康文博士 博士你好 你好 我們大食家大編輯 他的新聞記者已經是驅往矣 不過其實他是很前線的新聞工作者 梁家權先生 我們上一集說到日本的國運國情 甚至得人登基 令和緣好一開 節二連三都是一些遇到挫折 腳頭不好不老禮 其實我們上次都用了術數的方法去講 今天博士就說跟大家說一下八卦 不是 應該這麼說 是說三元九運 什麼叫三元九運呢 大家要知道 在我們算風水有很多加牌 那些家派呢 如果你看到有些書 鬼佬書 尤其是最喜歡寫的 風水大概可以分為兩家 一家就叫做刑家 一家叫做李家 刑家就說那些山啊 村啊 那些樣子 那些樣子 又用一些貪郎 巨門啊 所謂九星 貪巨六文 廉武破 貪郎巨門 文曲武曲 廉禎 破軍 左虎右拔 用這些九星的藥名 來形容山的樣子 是 很多人都喜歡說這些東西 這些就叫做刑家 李家 李家 英文就叫做 Compat School 就是羅庚派 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拿著羅庚 在一些方位 來定一些吉空 如果你看到有人寫風水 說這兩樣東西 就是說這個風水的派 就是家派這樣分的 那你可以知道這個 純粹是一個學術的外行 完全不懂的 就是你都不用擁抱 我就得罪了 中國現在的典籍裡面 純粹說 或者注重說 形勢的 有 有 有些專書是說形勢的 例如 我們的所謂的風水大師 唐代的楊君松 他就是寫 那本就是叫做 《陷隆經》 《遺隆經》 這些書是純粹說 形勢的 明代有一個寫一本 寫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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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地學 這些書全部是說形勢為主的 但是說形勢為主 不等於 他們不說理器 不說方位 但是 純粹說方位的那些書 又不等於 他不說形勢 只不過是因為我寫書的時候 我的主要點 就是形勢 或者個主要點是說理器 所以我就說了 很簡單 等於 化學 你上法學堂是怎樣上的 是否先上課 然後就去實驗室做實驗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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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走進去實驗室做實驗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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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不可以說 化學就分成實驗室派和上課派 那不可以 那不可以 所以你這樣說的人 是否就是外行 對嗎 對嗎 你看到很多鬼佬書 十本有十本 都是說這件事 那這些鬼佬不懂 就有它 但是中國人自己 就當自己是 有些是自己充飾風水那些 所以為什麼這行 就有太多濫傷 我經常都說 那些不懂的又裝飾那些 所以這些人 就是大部分的學者 看得書多 但是就不懂得實用的 我不是得罪人 不過我已經得罪了很多人 那麼我們自己 就是如果懂風水的人 通常會分的家派 就是以 其實呢 講形勢 多多少少大家都統一 大家都是這樣的 就是 perder Casey 不是那個山不會走的 撕子山就是撕子山的 哪ujourdsin 你也不可能叫他做其他事情 這樣子 那分別不大 因為撕子山幾塊石頭 我知道你要是改過的 故事 人家也說有幾塊石頭 那麗子 那麽的風水上面 形器上面 是一個都是傻氣的山 那麽明白嗎 我明白嗎 那麽所以呢 這些就不是原意 明白嗎 既然這樣的時候 我們家派的分別主要就在理氣上 大家怎麼看 大家都統一 我們就把360度分成八卦 每卦就有三個山 一卦就有45度 45度就分15、15、15 每一格就叫做一個山 總共有八三、二十四 有二十四個山 這十二十四個山的方位的名字 無論是哪個卡哪個派都統一 就是用什麼呢 用十二個地支 八個桿 加上四圍 放四個掛 總共加上二十四個山 只要拿一個羅盤 全哥可以在網上找一個羅盤 我們放到網上 給朋友看看 中間永遠都有這個 圈 有二十四個格 無論你什麼羅盤都是 就是 用這個 我們再分類 通常會怎樣叫 例如有些叫做八宅 有些叫做三峽 有些叫做三圓 這些是大分 當然 還有一些很小的 古怪怪的小型 的家派 例如有些人說用奇門遁甲來看風水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就是 隨便一個 現在博士正在找一些羅盤 我就放上去 你看到中間的羅盤 主要是金色的 中間有個圈 有些紅色的 那個位置就是二十四三個分佈 那麼 我們 有很多家派 沙派裏面 有一個叫做三元家 三元家是一個統稱 為什麼呢 三元家是說 四維空間 什麼叫做四維空間 就是我們的三維空間 即是高 長 寬 加上時間 我們計算一個地方的吉空 是高長 即是我們的立體空間之外 加一個時間進去 這個其實是科學過科學過 因為科學沒有這件事的 沒有因為加一個人 時間因素進去 那件事有差別 對 對 你射過牛敦定理 一千年都是這樣 不會改變 因為今天是初一 明天是十五 那個分別 所以科學其實就是三維 我們就是四維 三元家就是四維 而我自己學的家派 中洲派 我們的 元兇 就是在三元家裏面的一個部分 因為很多派 三元家裏面都有 但是三元家和其他家派 大家都有一個 又是統一的 叫做歷法 因為中國的歷法很神奇 你知道嗎 中國的歷法是由幾千年前 是可以一直追上去到現在 所以你留意一下 譬如有些古籍 例如尚書 他裏面講事件 所有的事情 就是講 什麼什麼年 譬如說什麼 周武王三年 無生 無生 或者紀害 那個無生紀害是什麼 是日子 日子 日子的乾枝 所以你可以追滾兩千多年的 我們有本書 只講這些追日子 這就是用來調查一些歷史事件的時間 所以我們中國人 其實這個歷史的紀錄 起碼去到春秋戰國 都非常齊備 周武王 之前那些就比較不齊 到底周武王多少年去打雙奏 傳統有一套 但是有人 都 有些懷疑 我們 我們 藝術家 是全齊的 旺極經濟是排到齊的 說句難聽一點 理論上 你找三千年前的某一日 都找到 那個乾枝 這套乾枝裡面 最大的計算方法 就是用六十甲子 你也聽過了 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裡面主要就是有天干 和地支兩個組成 天干在上面 地支在下面 天干只有十個數 古人就叫做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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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歐裡面有一個日的損 損 一損就是代表十日 所以我們中國人很厲害 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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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 損 損 一個月的上損 中損 下損 剛剛三十天 好了 巡字呢 就是代表十日 就是甲 月秉丁 無幾更新淫貴 所以甲就是天干的頭 所以永遠都說 第一 就是手甲天下 以前的狀元 科甲天下 永遠都考甲 以前比分都是甲月秉丁 舊式那些 阿爺那代那些 就是甲 地支呢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我們現在就變成卡通化了 於是就用十二生肖來講 人們都不記得地支是什麼 就是 紫醜人某 神至五味生有出海 譬如紫就配老鼠 醜就配牛 人就配老虎 某呢 就配一隻兔 神就配龍 智就配蛇 五就配馬 味就配羊 身就配喉 有就配雞 蜀呢 就配狗 害呢 就配齒 或者豬 即是豬字 不愛那個者就是齒 所以我們今年 譬如庚子年 所以就是鼠年 因為子配鼠 因為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 大家是不是有個差數 這個差數就變成 剛剛行六十六次 天干就剛剛六十年 地支剛剛行五次 十二乘五 又是六十 所以每六十年就重複一次 這個六十年 這個 cycle 我們呢 實數家 尤其是三元家 就推了一個 叫做 我們就用這個東西 定了一個叫做 三元九運的力 什麼叫三元九運呢 他們很神奇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五百年出天子 是 大家都知道 古代 天子一死了 馬上有人計任 搶著做 為什麼五百年才出一次天子 為什麼五百年才出一次天子 這句說話 為什麼呢 其實都 你明不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 就覺得很奇怪 每年都有 你看看 日本馬上退位 馬上有個新皇帝 怎麼會有五百年才出一次天子 怎麼會有五百年才出一次 中間那些做什麼 古人的說法不是這個意思 五百年出天子 他就說 中國的歷史 譬如我們由秦朝計 大概有二千年 二千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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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五百年 二千幾二百 二千五百年 你當 大概 就是每五百年 就會出現什麼呢 他們的古人 叫做 衣冠文物大變 什麼叫衣冠文物大變 如果大家看大陸的電視劇 你就知道 漢朝的衣服 是不是和唐朝不同 唐朝的衣服 是不是和宋朝不同 宋朝的衣服 是不是和明朝不同 明朝和清朝 是不是又不同 我們今天 是不是又不同 我們今天哪有人穿的古裝 除非灰服漢服的人穿 你看到 其實大概 如果當明清 黏在一起 就是由1328年 到1911年 是不是大概600年 左右 所以大概數 約數五百幾年 所以古人說 叫做五百年 出天子 反過來 也有科技上的分別 為什麼呢 比如 漢朝 你知不知道漢朝 騎馬是沒有馬丁的嗎 即是沒有馬鞍踩著腳的嗎 那隻腳用來踢馬套 不是 第一件事 你坐得穩一點 你坐得穩一點 對嗎 因為 漢朝的士人坐馬 是要用腳 就這樣夾著馬 來控制他 你想想 如果打仗的時候 是不是很辛苦 對 沒有東西撐行腳 對 那你怎麼射馬 射箭 明白嗎 什麼狐伏騎射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秦朝的時候 還是穿大袍大掛 大袍大闊腳褲 上馬就很辛苦 所以就要改造短褲 意思是 我們現在穿西褲 是統身褲 用來工作服的褲 騎上馬 但是更慘 因為沒有了兩個馬鞍 那個叫馬鞍 馬鞍 好像是馬鞍 沒有了兩個馬鞍 我們是要夾著馬 要不不理你 你想想 跑的時候 怎麼又夾著馬 又控制他走左走右呢 明白嗎 其實很辛苦 馬鞍大概是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從西域傳進來 從兇奴 從那些胡人 當時那些仙卑那些人 傳進來 所以大家 唐和看 最大分別就是在這裡 明白嗎 看朝 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當然是啊 不要以為一個這麼小的發明影響了全世界的戰爭史 所以我都說我讀戰爭 所以我對這些東西很熟悉很敏感 還有唐朝才把馬鞍前後加高 你知不知道說什麼 我知道 是不會被滑出去的 如果你把布蓋上去 它會滑的 馬鞍停的時候就跌到馬頭上 馬鞍跑的時候就跌到港口 但是因為有馬鞍 你又穩陣了 馬鞍是令兵騎馬的人和馬合而為一 因為你不用再用力夾著馬 控制他 所以你明白一些很小的發明影響世界 等於今天我們的iPhone的發明 是不是影響全世界 一個小發明 但是就影響全世界了 現在每個人都變成低頭軸 就是因為一隻iPhone 手機也沒有 在Microsoft的時候 做手機 IBM的手機也沒有影響到這個世界那麼厲害 是不是 所以同樣的東西有很大分別 這個五百年新建設 中國 其實這個 跟天文學有關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我們最遠的那顆星 雖然現在被人叫做矮行星 那顆就是叫做天王星 暗冥王星 就是以前的九大行星的 其中之一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就叫做八大行星 加這顆矮行星 是矮行星 冥王星圍繞地球一個圈 就是246年 你圍繞兩個圈是多少年 492年 嗯 對嗎 好了 我們的海王星 這顆真的是恆星 最遠的那顆是恆星 是 圍繞地球是168年 3個168年是多少年 3個圈 差不多500年 又是494年 就是說 每大概約500年 這兩顆星就會一次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 古人的 500年出天子是不是很吻合 是 好了 如果用60甲子 60甲子行9個圈 6954年 540年 648 是8個圈至9個圈中間 看到嗎 又是差一點點而已 哦 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有些規律 是跟天星 影響我們地球有關的 雖然科學不承認這一點 好了 所以古人就簡單地說 就說 60年 成9個 540年 這個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大三軟 不是打牌的吃那個大三軟 但是理論一樣 中國人 中國人將一些歷法的 分段數 就一定是分三段 三段就永遠都叫做上軟 中軟 下軟 你記得啦 什麼上軟 中軟 下軟 就是這樣 好 我們